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记得他们 是因为他们曾经做出了那样勇敢的决定 309高地请求支援 收到请回答 309高地请求支援 收到请回答 请回答 明镜上大部队了吗 那来了没有 明天 明天 那明天大部队什么时候能到 треб式严重 放明天 剧院就到了 快 走 ент 你别拍我了 沈默代表恐惧或懦弱 还打不打 过了今晚 大家又讲一岁了啊 岁岁平安 岁岁平安 大年三十熬一休 大年初一扭一扭 我给大伙露一声 你都已经说了多少个明天了 咱们都带药一声都不多了 咱们都带药一声都不多了 一个脸的兄弟 居然打光算球了 送一趟 帝旭 没有资源 就是没有希望 这些子弹也许能坚持到明天 但也只是明天 大年三十 无一宿 无一 无一雕 快 饺子 饺子 这个老鼻子 泡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没回复 兄弟们 对不住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 他们永远活在那年的初心 是 是 请回答 收到请回答 收到请回答 今天看到成片之后感觉怎么样 我在看之前我其实特别忐忑 对因为从来没有涉猎过这个 艺术门类 然后 我觉得是一件特别难忘的一次经历 对于我来说 因为希哥相对来说是音乐人 然后他没有拍过戏 我其实也之前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涉猎 而可能觉得大家觉得可能相声演员 对这方面多多少少 包括表演类的东西会有一些涉猎和涉及 但是确实那种感觉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体验 因为舞台之上可能我们更多的是画术 然后不会借助舞台的一些道具去呈现相声的东西 就会两个人 就是单纯的两个人 就是靠嘴去描绘一些形象 确实就是这一次的经验 很奇妙就像希哥说的一样 就是一下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 把我们瞬间就拉到里边去 其实这一次又重新感受到拍戏的这个乐趣跟兴奋 然后神秘的一件事情 我还挺感动的 所以也要谢谢其他三位 所以整个过程蛮酷的 各位追光者对我们这部电影的有没有什么感触 我觉得他每一个人是怎么吃这个饺子 他都不一样 知道明天可能就要死了 新的一年也到了 但是又想吃又不想吃 我觉得这个就是拍的挺细的 我觉得我挺喜欢他们这个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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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留意那一边 就是每一位演员都有一个 如何吃这一克 可能唯一的一克 也可能是生命当中的最后一个饺子 每一位都演得入目三分 所以我觉得这几分钟的微电影 我看得很过瘾 我看得很感动 谢谢几位的努力 谢谢 谢谢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 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战争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电影去代入 依然很感动 因为我们知道 今天的所有的盛世太平 都来自于老一辈 浴血奋战才有了今天的长治久安 今天 非常非常之有幸 我们请到了一位老兵 来到我们现场 接下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我们的朱俊贤老先生 欢迎 老爷子您好 先跟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朱俊贤 经营班的车水 我曾经车家 就中国人民子女队 就冰队 是一名 天武军人 老爷子 您太低调了 我这儿有您的资料 为大家念念好不好 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身边的 谢谢 我这么想要 现在是 传统党的各种活动 你像十几公里 说我们摩托车都算是挺 变十几万 都算是梦想 骑自一些 问一下爷爷 您是什么时候参加的志愿军 好的 我是16岁从中国人民二十三军 几百级维摇 别街 一有赤嘎拉 中国人民十年军 二十三军 六十二领车团通行李 我二营百里的卫生员 谢谢 谢谢爷爷 四部微电影已经放映完毕 在我们的第二影庭中有从事医生 环卫工 律师等各行各业的五十位评委 同步观看了我们四部电影 接下来将由他们评选出今晚的最佳表演工作室 他们将享有优先选择公演出场顺序的权利 那今天呢 除了到场的现场观众 其实还有很多人也一直在关注着节目的表现 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来到现场 请看大屏幕 在SoulAPP里也有很多的追光者 生活里我们可能较少能与他们直接对话 但在SoulAPP里或许大家在对话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所敬佩的人 他们在各行各业发挥着自己的精彩 因此我们在SoulAPP上特意创建了一个一起看追光吧的兴趣群组 很快吸引了众多节目的忠实观众加入进来 并在线上也举办了一场同样的微电影观影会 他们对这些微电影也有一些提问 他们提了哪些问题呢 我想问一下上九夕老师在第一次拍摄过程中 遇到的比较难忘的场景和部分是哪些呢 我觉得很震撼就是那个咱们放那个土炮 还有那个火炮的时候 炸的时候 蹦 然后那种就是 也没有想到他能蹦出那么多的沙子 好的 谢谢 谢谢 我想问一下韩语老师 在您饰演的微电影当中 当您的父亲被想指着 逼问卧底是谁的时候 刘烈老师没有冲进去 那您会主动承认我得是您自己吗 我觉得以我的人物性格 我会站出来 好的 谢谢韩语 这就是上回受APP的捏脸头像吧 挺好玩的 回头我也试试 接下来呢我们将逐一 对我们今天的四部 致敬英雄系列微电影进行投票 大家手中都有一个投票的牌子对吧 好的 每当我点到一个 微电影的名字 如果你喜欢就举起牌子 如果不喜欢都别露出来啊 我们现场的会有工作人员 来点到底有多少票 首先我们即将为至今英雄系列微电影 军令投票 如果说你喜欢金AD209为您带来的军令的话 请举牌 三 二 一 金AD209 挟着他们自己的微电影军令 以十八票的成绩 暂列第一位 接下来即将投票的是 六倍光速为我们带来的除夕之夜 那明镜大夫是什么种人道 三 二 一 请投票 恭喜六倍光速 二十八票 暂列第一位 接下来见所未见工作室为各位带来的独行 他没有暴露你的身份吧 前面很有可能有圈套 三 二 一 请投票 恭喜见所未见 三十八票 最后一支微电影来自三十八工作室为各位带来的记忆二零三鸡 最后一支微电影来自三十八工作室为各位带来的记忆二零三鸡 我们至今英雄系列微电影的总导演也在现场 有事情导演担着 干闯导演 关键的一票就落在你身上 你喜欢哪一支 投他一票 他就是今天的最受欢迎的微电影工作室 最后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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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私一点的吧 因为我肯定是最喜欢的是讲元宇宙的 也是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记忆二零三鸡 谢谢导演 我相信这是肯定是发自内心的一个选择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恭喜三十八工作室 获得了我们至今英雄系列微电影 最受欢迎微电影奖 谢谢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曹医生 黄女士一起上台为他们来颁奖 有请二位 好的 再一次谢谢两位颁奖嘉宾 谢谢曹医生 谢谢黄女士 谢谢 谢谢 也再一次掌声 恭喜我们的3.5工作室 请三位置一下获奖感言 就大家习惯就好了 我们只不过是 这个微电影里面的一部分小部分 很多都是导演啊 总导演编剧啊服装啊的功劳 拿这个奖也是代替大家拿的 谢谢 谢谢我们的3.5 请台下继续观礼 谢谢 追光微电影首映新年特辑 在欢歌笑语中落下帷幕 在刚过去的2021这一年 我们每个人都化身成为追光者 经历了无数值得聚焦的重要时刻 喜爱与期盼是追光者们一路前行最大的动力 在新的一年 他们也将迎来最强工作室的巅峰对决 在四位发起人的带领下 哪个工作室会脱颖而出 成为年度最强工作室 让我们拭目以待 聊兴趣不孤单 欢迎来到由一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LAPP独家冠名播出的追光吧 99天前 21位渴望突破自我 希望与光同行的追光者来到了这个舞台 嘿嘿呀 哦哥 他们以才华与个性相容 组成了四个各举风格的工作室 以一个又一个炸裂全场的实力舞台 告诉观众 他们对于真诚团结和勇气的理解 而今天晚上将是四大工作室的巅峰对决职业 他们将为各位奉赏 本年度他们最后一支团队集体大秀 那么接下来掌声欢迎3-5 六倍光速见所未见 金AD209 在大战期间开启之前 我首先给大家宣读一下 今天晚上的静演规则 今天晚上四大工作室的发起人 将率先出战 为大家带来发起人合作大秀 现场的51位专业评审 将对他们的表现进行投票 获得专业评审认可度最高的那一个发起人 可以代表自己的战队 优先挑选一个对战团队 然后剩余的两支工作室自动形成对战关系 团队的最后一战开启之前 有什么话想要告诉大家吗 我们金AD209把其他的组都视为一座山丘 所以我们 越过山丘 充电 充电 不管怎么样在舞台上有几个人 我们六倍光束就是六倍光束 还是老话 对 今天晚上我们就得不得到冠军也好 押军也好 我们都还好 我们最重要就是要希望把欢乐带给大家 就好像我们的口号一样 牵手为牵 欢乐无限 谢谢 谢谢 C5 没那么多废话 台山见 那么首先掌声有请四大工作室的 八起人 以及我们的神秘助演嘉宾 金晨 为各位带来合作大秀 有请 卫哥 玩什么呢 我在玩所有APG放松一下 挺有意思的 跟组队一起玩吧 哦 3-5的兄弟们 这次是最后的演出了 记得我们组队的过程吗 很随意 谁愿意就加入 但如果要我再选一次 或者十次 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 因为随缘也是一种缘分 我们第一个口号是 不要卖力 只想休息吧 结果在二宫 休息过头 刷走两人 导致三宫不敢不卖力 所以每个人都要享受成功的一刻 也要感恩 失败带给我们的力量 哎 不好意思 我们对有个人不懂中文 但有两句话 我想让他听懂 我们永远都是兄弟 大哥永远爱你们 吴振宇 请不吴振宇 关注追光吧 官方微博 一起分享美好生活追光吧 也可进入追光吧话题页 发表追光舞台见赏观后感 每周解锁追光美好生活 还有一天 请不吴振宇 我跟他们一起去 这一天都在我掌控之中 小天就孤不忠 多多包含 多多包含 但其实在修信桌上 我不只是他们 有意思聊聊穿搭的吗 亲不见 我们修礼界呢 不见 就可以加入固外群 好 安静 你们认真点好不好 真实的你不止一面 来说 做更真实的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六倍光速 这几个月下来 我没想到咱们在这么短的时间 可以变得像家人一样 去关心 照顾 看待对方就像是看着认识很多年的老朋友 我知道这次的舞台不会是结束 而是我们人生旅途共同交织的开端 未来的每个时刻 都有我们每个人为六倍光速付出的一切陪伴着我 六倍光速 《非诚勿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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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勿托》 虽然不曾怀疑你 虽然不曾怀疑你 我要的爱 会把我宠怀 像一个小孩 自动在你怀里怀 你要的爱 不只是依赖 要像个大男孩 风吹又是晒 生活只有死在 我明白 我要的爱 会把我宠怀 像一个小孩 自动在你怀里怀 你要的爱 不只是依赖 像个大男孩 风吹又是晒 生活只有死在 亲爱的见所未见兄弟们 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做过班长 更加没有做过队长 这是我第一次做队长 我觉得自己 有很多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所以在这儿 我要跟你们说一声 抱歉 闹无可热 抱歉 抱歉我没有带领你 一直走到最后 刘也 除了给你唱月语生日歌的视频 其他的没有帮到你什么 抱歉 宗伟 抱歉 我永远跟你聊编曲的时候 每一次通话都是超过一个小时的 最后 跟韩宇说一声抱歉 跟你合作跳舞 我不厌其烦地缠着你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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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好队长 但是我已经尽力了 至少永远第一个回微信的 大部分时候都是我吧 这可能就是我唯一的长处了 谢谢兄弟们给我的包容 以后在我的心中 专门有一个角落 是放着这个群体的 这个群体叫见所未见 张伟健 谢谢 Dance,Dance,Monica 誰能代替你的位 Da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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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誰能代替你的位 Dance,Dance,Monica 演唱 There are buss stations ado by the consiste atStation 記得嗎 熱烏斑會火黃 tide 愿無欽 promo 還記得這個嗎 打擾我 blog 度日 如年歲日 我不知急 idel yum 樹林風笑 safely 堂 lyn 破了廣闊的衆襟 家鄉見得比歪 哇 Hyundai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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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誰 能 待 在 你的位 Mo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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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經AD209的哥哥們好 很榮幸與你們成為隊友 並一起融污語共 新年來臨之際 祝大家身體健康 事事順心如意 最後 祝我們經AD209的演唱會 圓滿成功 周賢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我是 祖国的一颗子弹 勇敢而有力量 看 红旗高高飘扬 那段时光 在我生命里很善良 你问我 为何那么坚定 因为我是 红旗上的一颗星星 我 为何那么坚定 在路上的 你要做吗 V.O.V.R. 一帅的骄傲者 那也就是我的模样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也穿过这三人海 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 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 才是唯一的答案 飞腾着的 不安着的 你要去哪儿 我要 我要 迷恙的 沉默着的 故事你真的在听吗 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 只想永远的离开 我曾经躲入被黑暗 想挣扎 无法自拔 我曾经想你想他 像那野草铁花 绝望着 渴渴望着 预空影响 平凡着 世间无言 如此这般 明天一载 一样 一样 风吹过的路人 你的故事讲到了哪 谢谢四位发起人 谢谢金城 五十一位专业评审 如果你喜欢哪一位 就在他的名字后面 画一个对号 不可以弃权 而且只可以选择一个发起人 在大家投票的同时 我想问一下 九夕 感受如何 就是刚才的整个的四位队长表演 其实给我的触动特别的大 就是几位队长早年间的作品 打到这个屏幕上的时候 我觉得那些其实离我们很近 并不是那么的远 但是一瞬间回忆起来 他们又过了好多好多年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在不经意之间 然后有作品的产出 有更多能打动观众的东西 然后一点点的就把时代 然后这个时间推到了此时此刻 前面那个在读到信的时候 然后放到我们在整个追光舞台上边的 所有的点点滴滴 就觉得我们也在谱写一段新的 关于我们的故事 确实特别特别的棒 一坤 如果再次可以选择的话 你还会选择吴振宇大哥吗 他说他永远不会改变他的决定 选吴建豪 大哥是永远我们的大哥 3-5 forever 韩宇 我先送大哥一句话 大哥你是最帅的 旁边还有几个帅哥 对 大哥我想说 只要你想跳舞 韩宇一直会在 我会一直陪到你练 你说练一万遍 我也会陪你一直练 你说的 好 我觉得 欧哥 是一个非常不善言辞的人 然后呢 也写不出来那么多感动人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欧哥的这种简单 只有我们能够看得懂 我们能够听得懂 所以 欧哥 这一次 我们能够和你在一起 征战了这么多期 我们能够感到你的温暖 虽然你话很少 但是我觉得 你的心里是火热的 刚刚票数结果 已经统计出来了 本轮 四大工作室发起人 最终的得分情况 周晓鸥 来自金AD209 在51位专业评审当中 获得了 来瘦聊兴趣不孤单 本节目由一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APP 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关注追光吧 官方微博 一起分享美好生活追光吧 也可进入追光吧话题页 发表追光舞台见赏观后感 每周解锁追光美好生活 更多精彩内容 近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对自己狠是为了变得更强大 追光路上总有艰难时刻 藏猛马能够快速补充能量 让我时刻满血 无惧挑战 我是吴敬豪 和我一起追光吧 和藏猛马源自西藏的高端能量植物营品 健康无负担 无透支 让强大更强大 来瘦聊兴趣不孤单 本节目有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APP独家冠名播出 你的健康我守护 大胆走上追光路 本节目有天猫好药特约赞助播出 来自金AD209 在51位专业评审当中 获得了 7分 3-5工作室 吴震宇 获得了 12票 6倍光速 吴剑豪 获得了 13票 坚持练 5分 2分 5分 到最后 工作室当中 随意挑选一组 作为自己的对战工作室 你挑中了谁 只要战胜这个工作室 就可以带领自己的兄弟们 角逐最强工作室的称号 同时 剩余的两组工作室 将自动形成对战关系 也就是说 接下来你的选择 将是今天晚上的 第一个赛点 张维坚老师 请问 你选择哪一支工作室 作为你们的对战工作室 下期 追光把最强工作室争夺战 火热展开 我看今天晚上 你我之间必有一番恶战 舞台上不管有几个人 六倍光输就是六倍光输 别废话 一触即发 Let's go 嘿 成立了三个月的四大工作室 两两对战 将迎来激烈的巅峰对决 以团队之名 向最高荣耀发起冲击 今天你们有点过分了 过分的帅 过分的炸裂 过分的 在追光把最后的集体表演舞台 究竟哪组工作室 能获得最强工作室的荣誉称号 上优酷走索追光吧 点击下方看视频抽奖 参与点亮追光把视频卡活动 抽取限量福利 每季点亮视频卡张数 达1 5 15 25 38张时 即可解锁最应宝箱 获得惊喜大礼 快来赢取吧 这种片没看够 进入追光把播放页 加料版 纯响版 衍生节目看起来 持续下拉 进享后台日记 纯响合集 追光营业中 有情time 日常vlog等独家幕后花絮 精彩策划 快乐不断 精彩加倍 速速看起来 3 1 不见血 我都不在下这个马 马死了 有场上咱们就评聊情意了 你太拼了 这把BBQ了吗 要演不出 感谢战略合作平台微博 感谢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欢迎打开K&A音乐 酷狗音乐 酷狗音乐 网易于音乐 收听更多节目精彩歌曲 打开微信搜一搜 搜索追光榜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风吹过的六年人 某物理想起来 你的故事讲到了哪里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